由於校園內因尾巴衝突而爆發的示威活動仍在繼續, 以及校園安全。 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星期一宣布 將本星期所有課程改為線上教學。 另外,校園內的Royce Hall和Paul圖書館也將繼續關閉。 據悉,星期一上午,校園內Dot Hall爆發了政策抗議活動。 約有50人參加,其中一些抗議者手持確音器, 高聲立喊支持巴勒斯坦的口號。 同時,後來停車場有43人遭到逮捕。 警方表示被逮捕的人面臨共謀入室盜竊的輕罪指控。 案件處理完畢後,他們將被釋放。 此前,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爆發了多場衝突,多人被捕。 後方設置了一個首席安全管職位以維護後員安全。 第一次,目的運動不斷阮。 請問一下,請問一下,我們有了。 請問一下,請問一下。